新加坡炸彈專家9月26日 成功拆除一枚100公斤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空投炸彈 疏散附近4,000多人 在國家廣播公司《亞洲新聞頻道》播出的視頻中 可以看到炸彈在一個建築工地引爆 並發出巨大的空明星 據信 這是在這個東南亞城邦發現的最大的戰時爆炸物之一 警方表示上週出土的這件戰爭遺物被認為不安全 因此必須由軍方就地處置 警方表示爆炸發生後 建築物和道路被認為結構安全 據聞被允許返回家中 新加坡當局未有提及炸彈的來源 據當地報紙《海峽時報》報導 2016年又發現並處置了另一枚100公斤的二戰時期炸彈 但當時未有平民撤離的報導 最多烈發現的空明星 除非隆起 首相聖日徽時報 雲 雲 雲 感谢观看